画会比较简单,而且 好像比较不会有一些奇怪的状况发生 因为XY,因为CAD本身是2D啦,其实主要2D为主 那其实一般AutoDisk 他其实比较推,建议就是我们 比较不要在AutoCAD里面画3D 他另外有一套软体 叫做Inventor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软体 他也是AutoDisk的Inventor 但是Inventor 他主要就是画3D,而且甚至我印象中好像他们有做一些促销活动 就是你买Inventor可以送你AutoCAD 就是说他希望 可以去推这个画3D这一套软体 不过好像听说 卖的状况不是很理想 所以目前我看到 异界比较多 用2D部分还是用CAD比较多 可是3D用比较多的 还是在那个像 比如说Poei啦 或者是Sarrivos上面 那建筑部分的话也有人用,开始用Sketch up 不过呢 他甚至好像还有同学用的是 其他的 不过 基本上2D的工具 其实很多观念都大同小异 然后呢 这个空间的概念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学会 你再去学 比如说我比较熟像Sarrivos 那里面其实都相通的 观念都很相通 那我 我也想说 是不是可以把 那个Sarrivos 在这边demo 比如说同样的图画给各位看 但是 有个 难点 就是说 像这种3D软体 他们的 这个安装上面 限制都很大 很多 即便是试用版 他也会有安装的限制 而且甚至你还要去 他还会抓你的电脑的那个网络卡的那个 那个Mac 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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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 你没有办法很容易去去去使用 所以这部分的话 要光要安装这个软体就是一个很麻烦 所以目前好像我们劳工大学有开 是开在那个 好像什么 海山高中 那海山高中他本身是有版权的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这个软体的话 实际上要讲 实在有点难度 OK 那看看将来在进阶课程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看看可不可以解决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讲到就是说 这一题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画 就是呢 我可以在上试图先把怎么样 这一个部分 跟什么呢 这个部分怎么样 先画出来 那把它先画到这边来 那到时候呢 再把它转个 转个90度 就可以 变成下面的这个图形 现在是在上试图上 上试图